又是治愈的一天 心情不好的时候 和狗子一起待一会儿 很治愈 放空自己 暂时忘记忧心不已的事情 狗子无声地陪伴 很温暖 其实狗子并不能替你分担 可以让自己暂时逃避 也许这就是养她的意义吧 当心情低落时 当身体不舒服时 当你找不到倾诉对象 他们的无声陪伴 总能带来温暖 老孩子真的能治愈各种 和爱乐 谢谢用医生陪伴 和伴供的他 又回不到此前 我们做的改变 递不过时间 唯一还坚决 再见 回不去的从前 中文字幕志愿